大家好,我是Patricia 今天煎了一块牛排 不过今天的做法跟往日煎的牛排不一样 我把它切成粒 做成蒜香黑椒牛排粒 非常的入味 好吃 而且还快 来吧,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我们用一块带骨的牛排 牛排清洗干净以后 用厨房纸沾干水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骨头给它剃掉 不要这个骨头 剃掉骨头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牛排切成差不多四五公分 见方的这种方的牛肉粒就好了 每次我们都煎整块的 今天我们换个方式 这样煎的还更快 牛肉都放在盆里面 稍微调调味 我很简单 就用Omaha的steak腌料 这个腌料我试过 味道很好 好了,不用搁太多 然后我自己再加一些黑胡椒 再加上一些橄榄油 给它拌匀 非常基本的一个调味 就把它放在冰箱里腌制15分钟 现在我们准备三个小配料 一个是15克的黄油 然后用了几根迷迭香 Rosemary 还有几颗蒜粒 一定要多一点蒜 蒜香味儿的 非常的好吃 我们现在要来开始煎这个牛排粒了 现在先给它锅中倒上一点橄榄油 它现在油热了 我们先把这几块肥的 把牛油先摆进去 所以我没有放很多油的 这些还要出油 肥的这个牛油 就给它煎出这个香味儿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放入这一块黄油 再加入这一把蒜粒 还有这个鱼椰香味儿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牛肉粒 都放进去腥间 给它稍微三半分半 这样让它每一块牛肉 都沾到这个黄油的香气 还有这个蒜粒的香气 通常一大块牛排 我们要煎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这个呢 我们实际上 因为都是小粒 我们煎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只要牛肉都变色了 就可以了 快出锅之前 我们再给它打上一些黑胡椒 好了 这个牛肉都已经变色了 就熟了 总共不到三分钟关火 好了 出锅装盘 我们来尝一尝 看看啊 我怎么觉得比那个整个煎的还好吃 因为它比较入味啊 非常的香啊 以后就这样煎牛排了 就给它切成小粒 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哦 喜欢的朋友来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个什么地方 我们下个身体的凜柄 我们下一个重量点 就是我们下一个重量点 西红柄 点凜柄 点凜柄 我们下个身体的凜柄 感谢观看